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貴賓 各位老師 各位同學 以及影音平台上的各位觀眾 大家好 歡迎來到亞洲大學文獻講堂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欣怡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詠欣 今天的主題是 快速變臉的地球 全球暖化的危機與挑戰 我們邀請到汪中和汪老師來為我們演講 老師是地球科學這方面的專家 接下來就讓我們用熱情的掌聲歡迎 陳文獻 陳老師以及汪中和汪老師 謝謝大家 我們汪中和教授是一個 是中研院的教授 然後他可以說是花盡各種心血 像一個傳教士一樣 汪老師你多久以前開始關心全球暖化 其實我們關心全球暖化 台灣是從2009年 八八風災嘛 也就是說我們自己成為 全球暖化很大的一個受害者 而且當時我們其實並不了解 它就是全球暖化 我們只是認為這個政府怎麼這麼無能 怎麼這麼爛怎麼那麼差 其實到後來才比較老解說 其實它下來的極端餘量是世界少見的極端餘量 不是說台灣是歷史之上嘛 對不對 您關心這個議題有多久 汪汪市 陳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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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1986年就開始了 1986到现在 14年加18年是32年 那你32年来 你等于是孤长难民 直到像Al Gore出了不严面对的真相 比较多人知道 那个时候也就已经2006年了 对不对 那IPCC他们拿到 跟Al Gore一起拿到诺贝尔和平奖 已经2007年了 所以孤长难民的日子 你到处去演讲到处去说 是什么力量支撑 是我对地球的感情 我是学地球科学的 从18岁进入台北空砖 旷野科开始 就对地球非常的喜爱 然后去了夏威夷大学 那是1978年 在那边念了六年 然后对地球就有一个深深 舍不下的那种 割下的那种感情 所以1986年那一年是 地球上面二氧化碳的含量 第一次突破350个ppm 那现在多少 现在408 所以当它一开始突破350的时候 我过去读的那个古气后就告诉我说 地球已经进入到一个 我们过去想象不到的一个转捩点 如果用人体来说 假设叫血压来讲 350ppm等于是说 你的血压过了180 高血压 所以你即将进入中风阶段 对不对 非常危险了 好 另外一个我曾经听过 汪中恒老师跟我讲的一个理由是 他很关心的问题 一个是地球 另外一个 什么叫地球呢 就是住在地球上的生物 还有人类 简单来讲 就是你们 汪老师现在几岁 汪老师现在几岁 我今年68岁 好 所以假设地球极端变后化 变迁到完全不适合人类居住 或者是说 它的整个冲击搞到海平上升 我们不要讲说21世纪末 很多预估都认为到了2030年 地球已经会变成一个 我们完全不认识的地球 2030年 当时 我记得2010年 我们一起合作政府二组系的时候 觉得有20年 现在一晃眼就剩12年 然后2030年的时候 我当时心里想说 我完成这个工作 2030年的时候 再过12年 我70几岁 勉强凑合着活 汪老师 你都已经好像80岁了吧 是 80岁了 可是2030年 你们下面的人们想过你们几岁 你们现在很多人都才20出头 也就是你们不到30岁 那我们请汪老师坐下来 之前 我希望所有的同学们 请记得 今天很关心全球暖化 跟你们谈议题的人 第一 他不是为了 他支持哪一个能源政策 他个人的偏好 第二 他不是为了 他自己本身 在学术圈子里头的某一套理论 他在乎的有一件事情 就是 你们有好好活下去的权利 我们谢谢这些了不起的地球科学专家 我们给大家掌声好吗 谢谢 王老师 我们先从2030年谈起 第一个 我觉得这个世界 对我来说 是一个被诅咒的世界 我们的人类 是一群 大家现在在思考 什么叫精英 什么叫掌握权力的人 可是呢 我们所有的人类的命运 看到的都是眼前的危机 为什么我说被诅咒 因为2006年 终于 Al Gore 不愿面对了真相 他花好大的力气 他没有选上美国总统 事实上他的票数 比小布希多 但是他为了团结美国 他很快地就退出 退出说 不要重新念票 然后他觉得 他可以更有贡献的 就是做全球暖化 Climate change这个事 那他花了好多的钱 然后非常多的资金 最后拍摄了 不愿面对的真相 也引起了 全球广泛的注意 再加上 联合国气候兵限小组 其实成立了很久 他们共同 叫IPCC 共同成立的 一个所有的报告 共同获得了 2007年的 诺贝尔和平奖 然后那一年呢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哥本哈根大会 要在2008年的时候召开 对不对 哥本哈根是2009 2009 那2009年 哥本哈根大会要召开呢 其实他的目的是 如何让这个全世界 对全球暖化的 重视这个事情 可以拉到最高点 然后形成一个 气候协议 然后在哥本哈根大会之前 那一年 是大雪天的时候吧 对不对 然后他还列出了 全世界一百个会消失的地方 那哥本哈根大会是2009的年初 是不是 不是 它是在 大概12月 12月吗 对 12月 OK 然后呢 那个时候人类面临 认为自己面临最大的危机 叫金融害肖 是 所以就一点成果都没有 那所以 于是当人类 开始全面地认知到全球暖化 可能威胁到每一个 下一代年轻人的生存的时候 刚好来了一个金融风暴 他抓走了所有的人的眼睛 然后为了经济 就把这个议题都先摆在旁边 那接着 慢慢慢慢地 终于有了一个 COP21 巴黎气候协定是 2015年 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的时候 我也在巴黎 我在那个地方看他们参加会议 然后美国人很谢谢他们 他们又选出了2016年 一个人叫做川普先生 然后川普在竞选的过程中 他就说 他实在不能够忍受 全球暖化这句话 What is global warming 我现在是学他的口文 What is global warming 因为他接受是电视的访问 那我那时候正在美国 我就在听 因为那一天呢 是POP 就是教宗 到美国国会演讲 然后教宗就特别带着 全球暖化的议题 以及政治人物 其实不只是来竞逐权利 他是可以为这个国家 他改变做很多大事情 他在那地方鼓励很多美国从政的人 那美国众议院的议长特别邀请他 就在后面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 后来他就辞职了 因为他知道 当他相信教宗的话 接受教宗的话 接受他的指导 他没有能力扮演美国共和党 众议院的议长 他就辞职了 他就不做了 然后在那一天 他谈到所有的教宗的演说 全美国全部都在讨论的时候 川普还是总统候选人 他接受访问 我就在Boston 在波斯顿 我就听到他的演讲 他听他的访问 他说 What? This is ridiculous What is global warming? Now they have another word which is called Climate change I'm sorry It's just the weather 他讲的话 很像那个美国好莱坞电影 他说 哪来了什么全球暖化 现在又跑出 一个叫什么极端气候 我告诉你 这个就是weather 这是天气 没什么了不起 这样子 那美国也开采一言有 某个程度来讲 全球的二氧化碳的 巴黎气候协定 就在川普选出来之后 他也不参与了 美国也不参与 美国也退出 巴黎气候协定 那这个情况 现在看起来 好像突然出现了一件事情 台中的人就很熟 他突然结合起 另外一个灾害 人们才开始注意 全球暖化 那个灾害叫做 埋害 就是雾霾 它搞到你现在 就不能呼吸 搞到你觉得你 空气很臭 搞到你打开窗户 你就快要发疯 搞到台中的人都很愤怒 可是雾霾里头最可怕的就是二氧化碳 就是跟全球暖化息息相关的 那这个东西就结合起来了 那所以好像现在重视的人 比较多一点 但是比较focus 是在雾霾上 可是把雾霾处理好 某个程度 也会间接地帮助全球暖化 但是最近就这个礼拜吧 这个欧洲啊 现在是注意是三月天 三月天呢 你们二月的时候 我举一个例子 二月的时候 威尼斯的嘉年华会就开始 所以你可以想象 往年的二月 威尼斯不会下什么大雪了 要不然他不会把Gala 嘉年华会搞到二月 结果现在的威尼斯 全部都是洁冻的状况 英国也从来没有 这么大的一个大雪过 那在意大利 威尼斯之外 意大利的山区 好几个地方 是零下四十 甚至零下五十度 北极 现在的温度是 摄氏零上两度 对不对 那我想请教一下 王中和教授 这个东西比我们当时一起合作 2010年 政府二度西收状况都更糟 是 他就像我们一个人生病 然后我们就看着他的情况 越来越坏 然后不但是越来越坏 而且从目前的这个方向 跟发展看起来 他已经无法再回来了 无法再回来 不可能了 为什么 所有的过去的演变 第一个它非常的剧烈 第二个它非常的快 快到一个地步 是我们地球从形成以来 四十多年以来 从来没有在这么短的时间 它有这么剧烈的一个变化 它就是要回来的话 恐怕也是要好几万 好几十万年以后 所以我们大家都死光了 死光倒不可能 不过绝大部分的人 我是说我们现在这里的人都死光了 当然是 对 那我替他们问一个问题 三十岁的他们 他们二十多岁 假设他们现在是二十岁好了 十年后 因为他们有些人现在是可能是十八十九二十二亿 那我们平均二十岁 三十岁了他们 地球会是什么样的 翻天覆地 是一个我们没有办法想象 我们过去没有听过 没有看过 那今天真的是我们想不出来的一个情况 因为在过十年以后 整个地球它所带来的变化 从大基层到海洋 到我们的地壳 到刚刚你提到的两极的这种边缘 它的变化都不是我们地球过去曾经发生过的 是从来没有发生过 而且还在这么短的时间 出现在我们面前 如果从2010年 他们刚才看了部分的这个政府二主席 到现在就差不多 我当时是2010年 下午 2月22号晚上7点22分播出 就故意抓了一个都是222 本来那时候我的好朋友 跟我一起共同制作的孙大伟 说下午2点22分 我说你见你大头鬼 下午2点22分时就给你看 所以就改成7点22分 从那个时候到现在 改变了哪些东西 光是这八年吧 已经八年了 改变了哪些东西 我就可以从刚刚我举的几个方面来说 第一个 从大气层来说 大气层的温度更高了 2010年的时候 我们全球的温度还没有突破 工业革命以后一度的这种水准 但现在已经突破了 从2015 2016 2017 我们这三年的平均温度 都比工业革命那个时期 整整升高了一度 过去地球它也会升高一度 甚至于二度三度 但是它需要至少五千年以上 才可以累积 产生一度的这种温差 五千年升高一度 一度 我们现在只花了一百年 所以我们实际上真的是 加速了整个地球的改变 我们看到海洋 海洋温度升高得更严重 它的热能累积得更可怕 所以我们看到声音跟反声音 现在它发生的频率 规模比以前更大 那海洋跟大气之间的这种 温度的升高 带动水气的蒸发 带动暴风雨的这种强度的增高 带动好大雨 它的这个强度 超过了我们过去的想象 那这都是从2010年以后 我们看得非常清楚的 那第三个到了地壳的这种增温 加上大气的增温 在我们陆地上就发生了严重的干旱 现在我们全世界 只要我们在卫星的这个影像上面去看的话 一半以上的土地 它的土壤里面的水分 它的湿润度都严重的不足 我们说这叫做大规模的干旱 虽然说它还没有影响到我们的农业生产 不过这已经是一个没有办法挽回的 在这么干旱的一个土地上面 你要去种农作物 除了我们用很大的成本去灌溉以外 那实际上它真的是很难 很难有 所以干旱是我们现在正在发生的森林野火 因为这个土壤湿度不够 森林它水分不足 森林野火现在是每一个温带国家 每一年都要去面对的梦业 那更可怕的是 现在我们正在碰到的第一个火山 第二个地震 我们过去从来不会想到说 全球的火山活动 地震活动会跟人为的自动暖化 产生这个连结 可是现在我们认为说 是有的 因为地壳所累积的能量 它改变了它的物理性质 所以火山活动 我们现在可以有很好的数据 我们说现在大数据 我们也可以去汇整 就看得很清楚 过去这一百年来 火山它的次数 它的规模真的是在成长 虽然成长的不是那么的惊人 不过它这个趋势是非常的清楚的 那火山活动我们的观测 还不是那么的完整 那地震就更清楚了 地震清楚到一个地步 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 不是一百年来 我们就是几十年来 我们地震它成长的这种速率 已经超过我们过去的想象 不管是大地震 全球的 不管是小地震 像我们台湾自己的 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它成长的这种态势 是非常非常的惊人 没有后面这种能量的供应 是不可能的 如果我做一个很糟糕的状况 你会觉得它是伟严耸听 哈利文的电影吗 有些哈利文最爱拍的电影 都是人工智慧会变成一个 机器人把你杀死 但我想那个时间点 会来得比较晚一点点 而且那跟科学家的自我节制 是有关系的 那我想请问汪中和教授 我下面的叙述 会不会是一个 夸大性的好莱坞性的语言 就是到2030年 我们可能会看到 Amazon的总部是在Seattle Microsoft总部是在Seattle 但它同时是在 圣安德烈斯断层上面 San Francisco 我们觉得离那里很远 对地球来讲 他们其实是隔壁嘛 虽然都在北加州 再往上是Seattle 就Washington State 可是它基本上是同一个断层 那假设有没有可能 我们以为全美国 跟全世界的经济中心 就是在这一个地方 从Silicon Valley 往北 San Francisco 再往北 再往北Seattle 然后川普的关系 这个很多人就把他的 headquarter 第二个研究中心 就放在Vancouver 因为他不愿意 欢迎国外的学生 那所以他们就把 另外一个研究生的 主要的人才库 就放在Vancouver 可是从Vancouver 以下一直到Silicon Valley 都是圣安德烈斯断层 他有可能 因为他本来就过了地震周期嘛 那假设说全球暖化的促进 这十年内有没有可能 第一个 这个地方发生大地震 世界的经济中心 完全崩垮 非常可能 而且不只是您刚刚所说的 从Seattle到San Francisco 一直往南沿到San Angeles 整个的这个系统 都会因为地壳 它的不稳定 然后产生地震 而且这个地震的规模 以现有的这个资料 它的那个断层的长度 它可以到规模9以上 我们叫做超级地震 它那个地方应该是超级地震嘛 而且之前智利的地震 就是8.8嘛 瑞士规模 它其实是从一条嘛 就从拉丁美洲 南美洲 一直往上到墨西哥 墨西哥前阵的地震 也超过瑞士规模7点多 对不对 它还有一个8.1 8.1的 所以其实墨西哥 就已经很靠近San Diego 很靠近洛杉矶 就一直往北一直往北上去 这是一个 第二个 什么原因会现在 现在的北极是摄氏零上两度 然后 意大利是零下40度 意大利是 连科西加岛那个地中海啊 那里现在都下雪 什么原因 这个原因就是暖化打破了我们这个地球 它原来的生态平衡 这生态平衡 我们刚刚讲到的几个通通牵扯在里面 从大气到海洋到地壳 然后现在就牵扯到我们的两极的冰原 这个两极的冰原其实是地球维持我们气候 它能够周期循转的一个最重要的冷冻库 一个在我们的北极 北极圈 它由北冰洋跟格林兰这个范围所组成的 另外一个是南极大陆 我们回顾地球过去的历史 南极是在3600万年以前开始形成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北冰洋跟格林兰 是在300万年以前 这两个一形成以后 它又开始改变了我们整个地球的运行 它由我们后来整个冰期兼冰期的 这样子的一个周期性的变化 这两个先有才会由我们后来的这种气候变迁 气候周期性的这种循环 暖期 冷期 我们人类也是因为有了这样子的气候的形态 然后把了整个地球的生态 做了一个大规模改变 我们才能够站上地球的舞台 所以我们是地球上面最后一个 能够站上舞台上面的一种生物 但是 所以我们站上舞台是极地 对不对 是 我们是最后一个最幸运的 因为对我们有威胁的 都经过这些气候的变迁 都已经被歪爆了 都死掉 像恐龙嘛 对不对 好 那极地为什么它的温度升高得那么快 比较起2010年 那个时候 我记得有一句话说 总有一天大概 没多久之后 可能2025或者Someday 北冰阳在某一个夏天 会完全没有冰 现在看起来好像 不是 就是看起来就马上就要发生了吗 看起来是命定了 那时候我们还是猜测 现在已经觉得说 这是一个无法逃避的趋势 那到2030呢 我刚才的问题是 他们30岁的时候 会不会北极是摄氏10度 像现在台北的阳明山 然后呢 我们台中是零下5度 会不会 那倒也不会 不会啊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 北冰阳它的冷气团 大规模的南下 他把冷气送给赢家 他自己的温度反而上升 对 那这是一个能量守恒 所带来分配的结果 那北冰阳它这个 形成的时候 它其实有一个很特殊的 这个打气环流 我们叫做北极渥旋 那北极渥旋在正常的这个 它的急冷的条件之下的时候 它是这个循环得很快 然后锁得很紧 像我们的橡皮筋一样 那现在它受到暖化的影响 它的打气的结构 从我们的对流层 到上面的平流层 都受到了这个扰动 然后这个北极渥旋开始变弱 所以它里面的冷气 其实很冷的 那北极里面的温度 就像我们今天看到 零下40度零下50度 它只是不在它这个地方 它把它放出去了 放出去以后 它冷气到了别的地方 它自己的温度就升高了 那为什么不是放到 我们台中来 是放在意大利呢 这个还有趣 它放出来 它有两个地方 一个当然是在北美 就是加拿大东边 巴芬岛那个地方 另外一个在西伯利亚 那西伯利亚 它本来是一个完整的 就分成两块 一个在加拿大那边 一个在西伯利亚 这次是西伯利亚 这次是西伯利亚 西伯利亚它本来是要往南走 这是因为这个气候极端变化 它突然就往西南去了 所以就扫到了东欧 南欧 到了地中海那边去了 所以如果说不是这次扫到那边 那我们这边其实 可能就是跟现在的这个欧洲是一样的 你是说还是可能啊 你刚刚说不可能啊 现在啦 就是说这个 我说2030年 2030年以后这个就不行了 因为整个的那个北冰阳 它的这个冷气团 它里面的冷的含量越来越少 冰越来越薄 所以它已经没有这个 过多余的这个冷气 可以送到我们高纬度 跟中纬度这个地方来 所以我这样讲好了 所以它的问题变成不是 我们变冬天很冷 它的问题变成是什么 我们被热死吗 我们变成没有冬天 没有冬天 对 然后呢 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烂 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说 叫做回光返照 OK 就是北冰阳在真正的死亡之前 它最后一次把它的这个气吐出来 然后以后等到北冰阳 真的是没有冰了 就像你刚刚说 我们夏天真的没有冰 冬天也不会太多了 那个时候真的是没有来气了 我们就没有冬天 那个冬天不是就 大家都像台中听好的 不好 好 第一个是没有冬天 第二个就是夏天会非常非常的热 多热 我们可以这样说好了 我们说一天的温度 在中午的会超过35度 我们叫热浪 那现在台湾热浪的天数 以台北冰阳最多 去年一整年 大概是一年有77天 365天里面有70天 那不是去年 现在已经到了2018了 我说2016 2017大概是60多天 65天 那以后 35度以上天数 不是77天 是100多天 我们有整整三个月以上的时间 我们叫做热浪 每天都是这样子 那如果台中呢 就每天40度吗 台中没有 我们台北那么严重 台中的话也是一样啊 差不多 我们那个 虽然说没有像台北那么极端 台北大概会40度以上 那台中的话 30度以上都是都可能的 也就是说 天天你都是35度以上 所以台北真的会变成天龙国 因为住在那里的人 就完蛋了嘛 对不对 是 其实我们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台北纬度比较高 为什么会是 反而台北会比台中还热 台北 你们下面的人 怎么听得好像很爽 幸才乐祸 这样子 不是 台北是一个盆地 它的那个 散热非常的不好 还有台北是一个 人口非常集中 过度密 还有建筑物非常密集的地方 太高了 它把热能都吸收在 它的环境里面 它又出不去 所以我们说热岛效应 就像从这个太空 我们去看我们的这个台北本地 晚上去看的话 你看阳明山 它白天都是热的 所以我们是看红色的 因为它有这个红外线的这个 那个释放 到了晚上以后 它就变凉了 所以就从这个红色就变成 蓝色 可是台北盆地的中心 一天 二十小时都是红色的 也就是到了晚上 它的热能都消不出 都还留在那里 所以台北盆地的热 是非常非常的可怕 台湾有两个热点了 一个是我们的台北都会区 另外一个就是台东的大午 因为它刚好有个焚风 有个地理条件 台东大午山 台东大午这个地区 就大午山那里吧 大午山的下面 有一个乡叫做大午乡 大午乡那边 对 那个地方是我们台湾的第二个热点 就很靠近屏东潮州那个地方 是 对对对 东边 所以我们刚刚听到现在 怎么好像感觉 那我们台中的危险是什么 热 水 台中干旱吧 台中一个是干旱 第二个其实还有豪大雨 因为现在豪大雨的强度 已经都超过我们过去的想象 它可以把我们一年的雨量 再短短两三天就把它下光了 像去年的美国哈尔维 给那个云士顿 带来的冲击 他把一年的雨量四五天就下完了 一个城市他们又把它去承受 那这种情况会在全球各地 不断的上沿 是 反复发生 台中其实在卡梅基台风的时候 就经历了一天下了三百多毫米的雨量 那种情况将来还会出现 那我们的城市 我们的排水设施 没有办法去消化 所以车子不要停在地下停车场 或者是至少 好比以现有的科技来说了 我们可以有这个预警 所以至少在好大雨之前的时候 刚把车子开出去 然后地下室都全部打开 变成可以淹水这样子 这个今天汪仲和老师 其实有带他的PowerPoint 可是我特别请教了他几个问题 但是我希望各位同学 你们自己准备一些问题 来请教汪仲和老师 他来到我们这里 其实带着一个传教士一般 因为其实他的工作非常的繁忙 那他自己曾经深建一段时间的行政工作 现在好不容易才刚刚离开他的 中文院秘书处处长的工作 那我觉得他来到这里 很大的原因 今天是我们这个学习的第一堂课 那他很关心各位同学 你们的未来 你们愿意关心吗 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 请问自己 第二个 你们可以做什么 第三个 你们现在可能在乎很多很多的问题 可是如果在一个气候变迁 这样一个重大的因素 冲击之下 你花好几年的积蓄去买了一台车 它就泡在水里了 然后你以为你在海边 盖了一个很漂亮的房子 海平面上升 或是因为海平面上升 使有一场大风雨一来 它就把你的房子给吹倒了 对不对 那这些通风都是因素 所以我们请王仲浩老师 很快地来帮我们说明一下 它现在所看到的全球的变化 其实在过去这八年里头 连莫斯科的森林都发生野火 你为什么会认为 台湾的中央山脉没有森林野火 有一天它也可能吗 会的 只是台湾它有个好处 它偏偏偏就是海洋 所以它下雨来得快 来得快来得多 可是万一干旱到一个程度 对不对 是 万一干旱高温到某一个程度 就是我们没有听过的一些 我想再没有2009年 8月8号风灾之前 没有人会预期到 阿里山会下了 快要将近3000毫米的雨量 对不对 那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 3000毫米 就是2800多毫米 另外一个是预估2900 大家都不知道它代表什么意涵 我啦 因为我是外行 我就问了一个问题 那时候是柳正明教授告诉我 他说文倩 这个数字 不是台湾历史上最高的数字 这是世界上最高的极端值 所以当时 有一位史南德教授 他也是联合国气候变形小组里头 有一个chapter的主要的起草人 是那个小组的召集人 在我们拍正会二十七那个影片里头 他其实已经得了血癌 然后他吃了一个标靶药 他跟汪正宏教授一样 充满了使命感 医生跟他说 你吃这个标靶药 可以控制你的血癌 但是他的风险就是 他可能会产生血栓 一有血栓 你要立刻地来就医 第二 你不可以太疲倦 太疲倦的话 它产生血栓的几率就更高 第三 少坐飞机 因为一旦你坐飞机的时候 产生血栓 你就没有救了 可是对他而言 挽救地球 挽救年轻的小孩 挽救人类 比什么都重要 我在郑福尔都西访问他的时候 他还挺好的 在哥本哈根大会访问他的时候 他也还可以 在巴巴风灾 他特别来了台湾 然后我很记得他的手 他就特别说 他希望这个二氧化碳 可以经由所有的 哥本哈根大会的努力 然后到了一个高等的时候 就把他拉回来 因为二氧化碳呢 我们现在空气中 二氧化碳有很多是50年前的人 留下来 因为他的生命周期也很长 然后他那个时候 特别谈到牛肉 因为甲烷大概只有八年的寿命 你可以很快地拉回来 那他就是觉得 就是说可以想办法把他拉回来 他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 因为他知道 他在跟时间竞赛 就过了那个点 就再也无可挽回 就像汪中和教授讲的 所以他根本不在乎 医生给他的警告 那后来有一年国科会呢 你知道你们国科会 做了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 他就有一天叫我去演讲 我说你为什么叫我演讲 叫我讲全圈老话 我说 are you kidding 我说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你们终于有那么多专家 你为什么要找我去 他说找你来 可能不想号召力 我说不行不行 我就告诉他说 我帮你出一笔钱 然后你国科会出一笔钱 我们把Schneider 找来台湾演讲 结果那是他人生 最后一次我们再看到他 我看到他说大吃一惊 因为他已经因为有一次 越来越严重的标靶治疗 他就拿着拐杖 然后人变得了 非常肿胀很厉害 因为那个癌症的治疗 然后走路很困难 但是他还是来了 因为他希望 他对着下面 国科会那时候安排 是在总统府里头 然后他希望能够在下面 所有他演讲的人 是台湾的政府官员 愿意做一些政策来改变 只因为这个理由 然后她是鸟类跟植物的专家 有一天 我就接到一个消息 她又去北欧参加了一个会议 然后在飞往英国的途中 她在飞机上 她的血栓堵住了她的脑部 还是心脏没有人知道 她就直接死在飞机上 你们刚刚所看到 政府二组C 里头看到的 Schneider 走掉了 里头看到 跟我一起制作这个影片的 孙大卫 走掉了 里头有一些影像 是齐柏林的 也走掉了 这 孙大卫是被我逼的了 那另外两个人呢 是完全为了 整个所有的环境保护 他根本不顾自己的生命的 所以我希望各位你们 其实了解 就是说我们谈这些事情呢 不是在谈 什么 有趣的事 也不是在谈 一个上课的事 它不是一个学分 对不起 这不是一堂课 我是来告诉你们 如果你们觉得人生 有一些使命 如果你们希望自己 有一些未来 其中有一件事情 请你关心 全球暖化 气候的变迁 否则 你会记住 今天汪仲和老师 跟我们这一整个学期 想要跟大家讲的 所有的这些课程的 点点滴滴 它不是知识 它对你的人生 所有的都是警告 我们请汪老师开始 你的解说 好吧 好 我没办法把灯关了呢 把灯关了 谢谢 好 我今天非常谢谢 谢谢亚洲大学 谢谢文倩 给我这个机会 然后跟同学们一起 分享这个议题 我可能需要站一下下 当然 你可以做的没问题 没有 我走开 这样我会挡住大家的视线 而且我也想上课 我可以下去吗 可以 我今天跟大家讲 就是我们地球 正在快速地变脸 我们都知道 这个四川有一个 非常著名的民俗记忆 就是变脸 它可以在瞬间 就把整个脸变下来 但是我现在告诉大家 是我们现在都在经历 经历地球 就像四川变脸一样 它非常非常的快速 那时间其实不很多 所以我下面的这些图像影片 不是影片 就是一些图影片 就会有一些快速 请大家原谅 不过我这个 投影片是可以公开的 所以任何人有这个需要 你愿意的话 你都可以下载拿回去 然后自己再慢慢地看 那对文鲜刚刚所说的 我的这个 对不起他 下一张 我这边 没有开 对不起 可以了 在那里 那我今天告诉大家说 我们今天所碰的这个问题 都是我们人类带来的 而且它改变了我们 改变了我们一生 改变了我们地球的未来 那我现在告诉大家 我们有一句话说 种什么 收什么 它这个好 好 是 我只是需要有一个这个 point 我看 哦 有了 有有有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 世界变到这个地方 当然有很多原因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们排放了 大量的温室气体 那下面这张就告诉大家 这个温室气体排放的量 非常非常的多 我们现在一天就是 1.11吨 我们每一个人生活 我们的起居 都放在我们的大气层里面 我们的食衣住行 不断地排放我们的温室气体 我们大量地 发展我们的科技 现在我们的温室气体的含量 大量地增加到一个地步 是我们过去 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对不起 我这个可能是 用那个PDF给你 所以你就再放下一张 我们看一看一下 对 它不太正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今天要给大家看的 这张投影片 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 我刚刚说的是 这是80万年以来 大气层里面 二氧化碳含量的 周期性变化 跟我们的气候室 息息相关的 二氧化碳的含量 是在我们的垂直轴 上面是它的高 下面是它的低 过去它最低不会低过 170个单位 最高不会超过300个单位 透过这100个单位 上下的这种变动 它让我们地球暖一点 暖一点 然后有一个非常适合的气候 然后形塑了我们的地球 我们人类大概是在这个时候 进入到我们的地球 站上了地球的舞台 发展了我们的科技 如今我们开发了 过量的化石燃料 我们现在就跑到这个地方来了 我们犯了两个基本的错误 第一个我们越过了自然的上线 这个自然上线其实非常的重要 我们已经越过了 第二个我们增加的太快了 过去自然界它要增加100个单位 就像我们上次的兵棋 到我们现在的兼兵棋 它是从大概180左右到280 增加100个单位 它是花了两万年的时间 我们现在不到200年的时间 我们已经增加超过100个单位 所以我们是用100倍的速度 在改变我们的大自然 这是我们热烈犯下来的 最可怕的错误 因为我们增加了这么多的温室气体 就像一个厚厚的毯子 现在把地球裹起来 我们把太阳辐射到地表的热能 把它拦截下来 地里面的高温 本来是可以透过我们厚厚的地壳 穿过大气层 也可以辐射到我们的外太空 现在也租不去了 所以我们现在两边的热能 一个外面的 一个里面的 都累积在我们的地表 然后这改变了我们地球的 所有的生态平衡 那这张是IPCC 在上一次的第五次评估报告里面 一张图 我借用这张图告诉大家 我们从1970年非常精准地去量 我们地球的热能 我们可以说 我们现在累积的热能 是非常非常的庞大 我们在这边正在上课 我们在讲话的时候 一秒钟我们因为 这么厚的温室气体 我们累积的热能 等于是四个广岛型原子弹 一秒钟 所以现在地球分分秒秒 都在累积非常庞大的能量 从这时候开始到现在 我们累积的能量 已经超过25亿 7000万个广岛型原子弹 那是能量非常的庞大 我们如果用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 规模9的这种能量 它是10的18次方角尔的这种单位 来看的话 也超过500万个 所以你可以知道 我们现在累积的这个能量 非常的庞大 同时它含干在我们的海洋 大概占了90% 我们的冰层地壳 大概各占了将近5% 还有我们的大气 不到1% 这么多的能量 它在我们的整个地球里面 正在改变我们 改变得非常的惊人 也非常的可怕 首先就是在大气层 大家看到不到1%的这个热能 累积在我们大气层 已经带来两个可怕的结果 一个是我们的温度 因为热能的累积 因为不能够把这个热能消出去 我们的温度在不断地升温 而且是跳跃式的 第二个 我们的季节正在改变 所以我刚刚说 我们将来是没有这个冬天 至少在我们的北半球 冬天会越来越少了 这是我们这个升温的 实际上的观测 这是1850年 这是我们2017年 从1850到2017 虽然每一年的气候会上下起伏 但是它持续上升的这种趋势 没有办法改变 而且从2015到2017 这三年的温度 都超过了一度的这种门槛 我们说巴黎气候协议 希望我们在这个世纪以前 不要超过两度 我们现在已经超过一度了 所以我们现在的额度 其实还不到一度 过去在自然情况之下 要升高这样子的幅度 需要5000年 我们只花了100多年 所以我们现在真的是在加速 不但是加速 我们也看到 每一个一年 它从1月到12月 它的温度其实都在上升 冬天越来越热 我们的夏天 不但是越来越热 还往高温的地方走 这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我们如果用一个 温度的分布的常态曲线来看的话 过去这30年 我们就是在很清楚地往高温 这个方向在演进 蓝色代表低温 红色代表高温 白色代表室温 就是适宜的温度 那我们看到红色越来越多 蓝色越来越少 所以今天我们全世界 还是会有这个冬天 还是会有酷寒 但是它的范围越来越少 时间也越来越短 但是我们的高温会越来越多 而且出现了旁边 最颜色非常深的这个 我们叫做酷热 那这种酷暑呢 它会不断地出现 而且这是打破纪录的 就会越来越普遍 那这是我们的未来 所以我们的未来 至少在北半天来说 冬天会越来越没有 而且夏天会越来越长 那这是我们台湾 我们刚刚说台湾有两个热点 一个台北都会区 一个就是我们的大午 这两个热点 它这个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指标 让我们看到 我们的台湾的热浪 是多么的可怕 这是1897年开始 台湾在台北站 我们去看高温的热浪的天数 过去在1950年以前 不会超过30天 那在2000年以前 不会超过50天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77天了 从过去不到7天到77天 我们真正的是 已经增高了10倍 100年的时间 那去年 我们说2017年 超过36度 就是比这个35度 还可怕的 已经将近一个月了 所以我们的记录是 不断地翻新 也不断地打破 所以将来是不可能有冬天的 所以你们现在要珍惜 还有冬天 还可以穿大衣 还可以围围围巾的日子 以后也是没有了 所以我们以后 学校是没有寒假 我们只有一个高温假 那这是我们大气层里面的高温 那接下来 这个海洋的暖化是更惊人 它的暖化占了我们过去 累积能量的90%以上 它吸收了这么多的热能 它的物理 化学 生物性质 都在大幅度地改变 那大气的暖化 海洋的暖化 之间的交互作用 让我们产生了两个 想象不到的一个结果 一个豪雨 一个台风 我就用这两点 给大家赶快看一下 豪雨呢 也表示说 因为海洋在增温 大气在增温 所以过去海洋 在凉的时候的蒸发 跟不热的时候 能够含容的水气 都是很有限的 那时候降雨都是温和的 如今一切都改变了 海洋只有这么多的热能 然后大气在过去100年 也升高了一度 海洋现在因为热能提升 所以它的蒸发是源源不绝 我们的大气层增温一度 我们现在知道说 我们大气层里面的水蒸气的含量 可以提升7% 就像肚子变大了一样 7%的水蒸气的提升 它到底有多少水气呢 我们可以用三峡水坝的库容量 当做一个指标来看 一个三峡水坝 它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地域表的水库 它的容量是400亿吨 这是很庞大的 但是我们增加了一度 增加了7% 有几个三峡水坝 现在增加到我们的头顶上呢 我告诉大家超过2万个 所以现在超过2万三峡水坝 要记得一个水坝是400亿吨 这么多的水都在我们的头顶上 所以只要有这个合适的封面 气象条件 我们就是超大好雨 这就是我们现在经历的 所以将来你一定要防备 防备我们的好大雨会越来越多 你可以看到这是台湾 从1997年到去年 我们的这个降雨的强度的 在台风跟这个美雨季节 所带来的雨量 不是一个美雨季节 是一个美雨的封面 那你可以看到 过去我们说它都是一般形式 它的降雨强度很普通 它影响到台湾的面积 会在10%左右 现在我们都看到它一直不断地成长 那从一般到严重 现在已经进入到灾难 刚刚文谦讲的 2009年的8月8号的莫拉克 那几天所带来的雨量 就在这个地方 它的强度是过去的七倍 它影响到的范围 是台湾的一半以上 那这样子的一个灾难级的出现 就是我们改变了大气海洋温度 所带来一个不幸结果 现在一天的雨量 它都可以超过500毫米以上 500毫米在气象局来说 就是超大毫雨的这种分级标准 但是我们这几个台风 像这个莫拉克 一天的最高的雨量 20小时可以超到达1400个毫米 那赫博可以到1700个毫米 这都是世界级的记录 但是就是在我们今天这个环境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刚刚你看到那样子的一个趋势 它还在增长 因为我们的能量 我们的热能还在不断地累积 所以你将来一定会看到 比这个还强的雨量会发生 我们的这个居住环境 我们的工程设施 绝对没有办法去承受 这样子的一个变化 这是Houston 在去年的8月底 那个Harvey飞风所带来的 这个淹水的情况 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它从来没有想到说 有一天它要去面对 我们也要注意到 我们也想不到有一天 我们要去面对 雨量越来越大 风力其实也越来越强 以这个风力的分级标准来说 我们可以用龙卷风 当做一个指标 龙卷风如果说它的风力 每小时会超过220个公里的这种风数 它就是一种灾难级 那现在我们能够超过220公里的这种风数 其实现在已经越来越多了 去年单单9月 在那个加勒比海的三个飓风 通通都是超过每个小时 250公里的这种风数 在同一个月 你可以看得到 它都是一个非常可怕的 对龙卷风来说 这已经是极为可怕的 但是这是台风 龙卷风的范围大概只有一两公里 台风的暴风圈的范围是两三百公里 所以真的是不可同日而语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到 我们累积了这么多人 在我们的地球系统里面 我们改变了我们整个地球的系统 这是去年9月 你可以看到在归星影像上面 这是晚上拍的 所以这是美国 美国的晚上 这个城市的灯光非常清楚 但是同时我们就看到 有三个台风 其实在9月的时候 连续出现有六个飓风 这六个飓风可以在一个月的时间形成 这是海洋不断地暖化 不断地制造 然后能够让它成长 变得非常强大的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 它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未来真的是 跟我们过去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这是 休斯顿附近有一个社区 它的社区是非常好的房子 就像刚刚文贤说的 你花了你一辈子的这个努力 你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房子 但是一个飓风过了以后 就一切归零 这是我们要去面对的 所以气候暖化就像什么呢 它破坏了我们整个的地球 那现在地球都像什么呢 地球就像一个健康 已经非常危险 而且进入到癌症境地的一个情况 那刚刚我们讲到大气 讲到海洋 现在地壳的暖化 让我们土壤湿度降低 干旱越来越严重 也影响到了整个的地球的物理性质 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火山地震 这是一个例子 这是今年一月 我们从人造卫星去看 我们整个地球的这个 土壤里面的水分 你看到这个越深越红的就是干旱 现在我们一半以上的土地 都是这样子 严重的干旱 所以我们的这个 农作物的生产会非常的麻烦 生了野火 全世界都会变得越来越严重 刚刚文健说 台湾也可能实际上是有的 我们台湾在这个地方 你把它放大的话 它其实也是一个很麻烦的热点 那接下来我要说 其实火山活动的喷发 现在已经变成我们一个要去面临的重大课题 因为它改变了我们整个地球能量 地球为了要抒发这么多的热能 让它不要这么热 它就用火山地震 它大气不行 海洋不够 地壳就用火山地震 想办法把这么多热能要抒发出去 所以火山地震将来会越来越多 我们台湾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就在太平洋 黄太平洋的火环 从高纬度的阿拉斯加 到低纬度的印尼这个地方 火山 这是一天之内 就是今年2月26号 我们观测到的火山活动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频繁 那将来都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的生活 那地震对我们台湾这个伤害就更严重了 所以千万不要这个轻忽 地震越来越多 这是我们观测到的 然后可以在很短的时间 这是墨西哥去年9月7号 发生了8.1地震的震央 7.1地震的另外一个震央 这个相隔还不到半个月 就是只有12天 那在这么短的时间 会有这么两个强烈地震 在过去是很罕见的 但现在已经越来越频繁了 因为地球的能量越来越多 它可以在很短的时间 就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麻烦 那最后我们从这个大气海洋地壳 再把眼睛看到我们的两极 两极地区现在它升温最快 它的这个能量增加 跟地壳的增加是一样的 那它最后给我们带来的冲击 是全球性的 它不但影响我们未来的气候 影响海平面的上升 也影响地壳的稳定 因为它的这个冰的这个重量改变 在地壳的稳定受到很大的冲击 所以将来板块的运动 火山地震会越来越频繁 都是受到这个直接的影响 这是过去五年 从2013年到2017年 我们看到地球表面的能量的这个增长 最严重的地方 就是在我们的北半球这一块 这一块它的能量的增长 让我们整个北极地区 它的这个冷气团 它的运行受到了很大的这种破坏 原先是一个整个的 现在把它分裂变成两个了 一个在我们的这个加拿大东部 这个是加拿大东部 这个是在西伯利亚 那西伯利亚这个就会影响到我们亚洲 欧洲 这个地方就影响到了北美 那现在我们整个的这个 北极涡旋变弱 我们的这个喷射气流 在高维度喷射气流 它蛇形的越来越厉害 都是这个大气海洋之间 能量快速变化 所带来了一个不幸结果 那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例子 这是今年 那今年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北极这个涡旋减弱 那冷气团在1月12号的时候 大量的从西伯利亚南下 我们台湾刚刚好 在这一波冷气团的尾巴 所以那一天我们的温度 大概是在10度左右 我们达到了寒流等级 但是这些地方都是在零下 那这种情况将来会越来越少 因为北极它的这个冷呢 已经越来越弱了 那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是从1850年 一直到现在100多年来 北极它的这个弱化的一个 非常明显的情况 北极是由北冰洋 跟格林兰两个地方形成的 那北冰洋是海冰 它的受到大气的暖化 海洋的暖化 是直接的冲击 所以它的这个弱化 它的海冰的面积 跟体积的减小 是我们最观测最清楚的 所以100多年以来 你可以看到 它已经缩险到了到一半以下 这是它的面积 它的体积更惊人 这是在YouTube上面 你们都可以看得到的 从1979年一直到2016年 整个的体积缩减了四分之三 它现在只剩下这么一点点了 而且是根本没办法回头的 我们已经没有条件 就让它长回去了 所以我们其实很简单 我们用一个这个 长期的这个趋势来看 这是每一年 从1979年到2017年 每一年夏天这个冰 最小的时候的体积 一个体积是用立方公里来表示 那现在已经不到五千立方公里了 过去是一万六 现在不到五千 那我们去年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长期的趋势 就是你看到的红色这条线 刚刚文倩说 我们在2030年在这个地方 所以其实十年之内 你都可以看到 北冰阳夏天会没有冰 这个已经是没有办法去回转的 我们常常说 上帝是永远宽恕的 因为上帝是非常的慈爱 我们人是偶尔宽恕 我们有很多时候是没有办法宽恕 因为我们自己有我们自己的限度 但是地球是不可能宽恕 它是按照自然律去行的 所以按照我们的自然律 我们会在十年之内 看到北冰阳夏季就无冰 其实它就发生了 所以你们会在你们的人生里面 一定看得到这种情况 到这个已经是 不会回头的一件事情 那这是我们的北极圈 北极圈除了北冰阳以外 最可怕的就是这个格林兰 格林兰上面有262万立方公里的冰 现在正在存在这个地方 它如果融化的话 海平面就会剧烈地上升 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的气候 这里面的这些甲碗冰的融化 我们的这个洋流的改变 地壳均衡的破坏 都是我们接下来要去面对的问题 也就是十年以后 我们都要去面对的 其中海平面的上升 就是我们十年以后 一定要开始去面对的 这个20世纪 整个世纪年 因为暖化的关系 我们海平面已经在上升了 只是上升的幅度 只有20公分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过去的历史记录 但是未来 在100年 200年 300年以后 我们的海平面 是不可能再停下来的 按照地球的惯性 它只有不断地融化 然后海平面是快速地上升 我只要告诉大家 记得一件事情 在这个世纪结束之前 我们的海平面最少上升 是一公尺 过去100年 只有20公分 你们现在要面对的 其实是越来越快的 现在压力已经开始在出现 但是真正的压力的出现 是在10年以后 北冰洋夏天没有冰的时候 格林兰大规模消融的时候 那种时候压力就会越来越快 所以21世纪是大迁徙的世纪 21世纪有几个特征 第一个高温 第二个缺水 因为水温的变化非常非常的快 我们的运用会非常的困难 所以是一个强水的世纪 第三个是缺凉 所以是饥荒的世纪 第四个就是大迁徙的世纪 因为海平面上升以后 你可以看到这些沿海低洼 蓝色的地方 就要大规模的迁移 我们跟中国大陆 其实非常的密切 中国大陆也跟我们将来 会有很严重的互动关系 但是中国大陆 要面对海平面上升的冲击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严峻 你可以看到华北 华东 华南 所以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变数 不管将来我们的经济 我们的这个政治 会有怎么样的变化 但是这个环境上面 造成的冲击 是我们现在真的是无法预估的 我们台湾也是一样 随着海平面上升 我们将来沿海低洼地方 受到的这个冲击 是非常非常的可怕 在2007年的时候 天下杂志做了一个这个专辑 它讲到说 我们100公尺以下的这些土地 随着海平面的上升 它的程度的高 就让我们这个越来 受到冲击越来越大 所以这是未来700年 台湾会发生的情况 现在你还没有感受到 但是你将来一定会感受得到 那台中是最幸运的 因为在这个地方 那不管是伊兰台北 我们的新南沿海来 受到冲击都会越来越可怕 我们台湾现在还是一个胖胖的番薯 那将来就会变成一个瘦瘦的香蕉 但它永远都会在 你不用担心 100公尺以上的它不会被淹 但是台湾就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刚刚讲到了 大气 海洋 我们地壳 还有我们的这个冰雪圈 带来的变化 改变我们的未来 所以我的结论就是在这里 我们21世纪是一个气候极端变化 灾难平生的时代 这是地球人类历史上 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我们这个实际上的观测也是 我们看到这个自然载海的树木越来越多 这个是我们没法逃避的 所以你们这一代一定有一个没有办法逃避的责任 不管你做什么 你的专业是什么 你的主修是什么 这件事情你一定要去做 艰难减碳 防灾挑事 这是我们这一辈子人类 每一个人 一生 全国都要努力去做的一个重要课题 所以气候暖化 让我们现在的排放在这里 我们希望将来到这个地方 我们有很多的科技 我们有很多的策略可以做得到 我们的自然灾害越来越多 简单减碳 需要长期去做的 但是我们的这种防灾调试是 现在就要去面对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你的这种防灾 你的资灾 你的避灾 你的旧灾 一定要去面对 我们台湾除了每一年的这些 台风好雨 盐水山门土石流高温热浪 最可怕的就是地震跟海啸 那我现在在花几分钟的时间 告诉大家 我们现在最大的这个冲击呢 除了这些以外就是地震 为什么呢 因为地震没有办法去防备的 我们现在气候极端事件越来越多 我们的破路程度 跟我们的环境是天生的 我们这两个都没有办法改 唯一可以改的就是脆弱 我们可以提升我们的能力 降低我们的脆弱度 但是脆弱度里面 其他我们都可以透过我们的观测 做一些预警 寒潮高温台风 好大雨 暴潮甚至于火山爆发 我们都可以 只有地震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预测 我们告诉大家 千万一定不要忽略地震 我们的地震风险 我只要告诉大家 非常非常的高 如果说你的风险很高 你的保险额度就要提升 你买车子的时候 如果你的风险很高 你的保费就会很大 我要告诉大家 我们台湾的地震险 我们要防备地震的这个作为 要非常非常的好 第一个 我们台湾是板块正在挤压的一个环境 所以我们的地震很频繁 这是我们先天的环境 第二个 亚洲是所有全球地震里面 最高的风险地区 我们就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是在高风险区里面 第三个 受到暖化的影响 我们观测到整个全球大地震 规模超过7 它的这个数目正在不断地增加 然后对我们的这个压力越来越大 但是请大家注意 我去年是特别特别地少 为什么少呢 它不活跃了 我们的能量都没有释放 所以我们常常说 一个人要跳得高 他现在要蹲得低 我们现在就看到 他已经开始蹲低了 所以接下来它就会大幅度地上升 这是我们最担心的 也就是我们风险最高的 不但全球大地震变得比较 这个突然在去年变少 我们台湾也是一样 台湾从1995年一直到现在 我们有感地震的次数 从一年58次 现在已经增加到一年600多次 就是10倍的增长 但是去年反向的 又变得非常非常的少 这是非常非常令我们担心的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它一蹲低以后 接下来就是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我们现在地震的风险 绝对不要轻忽 那我们跟日本也有很大的关系 日本地震多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说 日本的大地震会影响到台湾的大地震 日本在过去发生过三个可怕的大地震 三陆地震 关东地震 板神地震 接下来我们都有 台湾都受到它的影响 发生了三个可怕的地震 这三个地震规模7 第二个 死亡的人数一定是超过1000人 这个梅山是1906年 在它的后面10年 这是1935年 在它后面11年 这是积极地震 在它的后面5年 我们死亡的人数1000多人 3000多人 2000多人 所以都是很可怕的 现在我们看到2011年发生了这个地震 叫做311日本东北渭海大地震 规模9是有史以来最强的 我们知道过去有这种历史经验 我们受到日本的影响 能量额外的增加 我们下一次会不会发生一个 规模7死亡遭遇1000人的大地震 你要记得这次在花莲这个地震 只有规模6.3 我们规模7就像几起地震一样 是非常非常惊人的 会不会发生 我们其实只有靠时间来提供解答 但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说 千万不要轻忽 台湾最可怕的地震 其实都有 但是东部的地震深 而且人口少 所以对我们的冲击还好 只有在西部这个地方 风险最大 所以台中 我说最可怕的是什么 除了刚刚说高温好雨以外 就是这个地震 为什么呢 因为它很浅 然后我们的地震最可怕的是怕人口多 都会特别的密集 台中都会区台北都会区南部都是一样 都是我们风险最高的 所以台中这个地方 其实不要轻忽 在这个我们的地震中心 它有一个台湾这个地震的发生几率图 它哪些地震最危险呢 你可以看到规模7的就是这么9个 这个9个里面有6个都在我们的中南部 其中在我们的台中这个地方就有好几个 像三亿啦 像这个彰化 像侧隆浦 像大毛浦 都是规模7以上的这种风险 它都是跟我们这个板块挤压的轴线 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忽我们的大地震 除了大地震 我们还有海啸 不过台中这个地方还好 你们的海啸 没有这个风险没有那么大 只有这个台南 高雄跟这个基隆 这是过去我们在这个历史时间里面 发生过的三次大海啸 都是在我们的东南西北 所以中央气象局去年已经有了 这个海啸警报的灾防预警了 请大家注意 我们中央研究院特别也针对这个 提出三个对大地震要知道的消息 第一个 你尽量让你的房子不要倒 当然有很多老屋需要提升它的结构 第二个 发生地震一定会来 你一定要保护自己 生命能够确保 第三个 让所有的这个动作机能都维持正常 记得这三件事情 那接下来我要讲的就是这一点了 我们这个是无法回头的一个不归路 这是我们人类自己造成的 我们要去面对 我们要去治疗 我们要去改变 那我有三件事情你一定要记在心里面 现在极端气候的变化已经是常态了 无法改变 它的发生的规模都是超过我们过去的想象 所以一定是你是想不到的 第三个也超过政府的应变能力 所以要知道怎么保护自己 不要靠政府 政府当然要靠 但是不要去靠它太多 要知道怎么保护自己 不管在哪里 你要记得说 你一定要跟别人一起结合 我们需要国家 我们需要地方政府 我们需要有我们自己的这个民间组织 所以我的结论是 我们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时代 你正在见证地球环境的剧烈改变 但我们也有这个责任 我们去扭转 我们去化解 我们现在是有策略 我们也有工具 只是我们没有很好的决策 我们也没有这个意志 那请大家一定要开始做出决定 付出牺牲 自己做起来 那不管在将来你在哪里 你要记得 你要帮助周围需要帮助的人 医治我们国家受伤的土地 这是我们未来一辈子都要去住的 虽然说它在改变 那我有一句话要告诉大家 虽然说这个前景实在不好 我们也看到地球 它没有办法回头 但是人自己可以去改变 你永远不要对未来失去盼望 永远对自己要有信心 我们人其实是可以改变我们自己的未来的 我们不要丢掉我们的爱 人最重要跟所有其他不一样的 就是我们还有一个可以关爱的心 因为这个爱才让我们能够 人类能够生活下去 所以我的结论就是 其实未来是在我们自己的手上 我们可不可以挽救 就像我们一个人生病一样 得到癌症不一定是绝症 你面对它 治疗它 改变自己 我们还是有希望的 谢谢王仲和教授 谢谢他 我在一个无意间的场合 认识了王仲和的家人 所以我突然知道你有一个小秘密 是 他们告诉我说 其实你在非常年轻的时候 其实非常害羞 甚至 有一点点到接近自闭的状况 有吗 我们可以说是很自卑 自卑 然后王仲和教授 所以改变成到处去演讲 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很虔诚的教徒 他认为这是上帝教给他的工作 所以他就克服了 他原来在很多场合里头 很害怕讲话的场景 然后经常到处的去演讲 他不是为了任何的 他在经营的企业 或是promote 对他有利的任何事情 他在告诉你们 我们所面临的危险 我有没有叙述错误啊 很正确 请坐 请坐 谢谢 我们谢谢王老师好不好 谢谢 我想把时间留给同学 那在你们也可能很内向的 在准备问题的时候 你们其实不要害怕 因为王老师呢 曾经也比你们甚至更加的内向过 他刚讲得非常快 但是大家其实注意到几个特色 就是说 第一个不可逆转 因为我们已经过了可以逆转的时间 本来科学家们希望还可以逆转的 就是哥本哈根大会那个时候 其实在那个1988年的时候 有一个我们共同的未来 那个世界环境大会的时候 是一个 还可以吧 还不错的 然后得到选出川普大 就知道说 forget about it 不可能了 那我在同学问问题之前 通常人都要感同身受 才愿意反省 请问你 Washington DC面临的风险是什么 华盛顿DC面临的风险 现在已经感受到了 第一个极端气候 第二个其实它将来也是一样 会面临到超级这种豪雨 所以把白宫淹了 是一个上帝如果可以解救世界的方法吗 他大概不会 华盛顿DC在全美国来说 风险还不是最高的 这就是危险之处啊 其实 佛罗里达呢 他这次刚好 佛罗里达是最严重的 他这次佛罗里达本来很严重 大家都希望 说不定他会摧毁川普的海湖状元 他会正视 全球短化 结果他运气够好 那个飓风就到了 前面就停了 就跑掉了这样子 对不对 是 但我们不是说我们在诅咒谁 而是说 因为川普他不愿意承认这件事情 所以大家很希望 他可以觉醒 但是整个共和党都不肯承认 像Texas其实这次被淹码 可是Houston的整个地区的人 几乎都是投共和党 所以全世界很独特的 就是大概欧洲 都支持全球短化这个议题 也认知这个议题 然后呢 荷兰是最热衷 因为还有三分之一的土地 很可能将来都在海平面以下 所以他们在非常多年前 就启动了一个国土规划 然后呢 把郁金香往山上种 因为那是他们很大的境外收入 然后把很多 都已经开始进行国土的大迁徙 他的国土规划 不是像我们台湾这种 国土规划 叫个研究报啊 它是真的国家采取行动 然后开始大迁徙 某几个重要的一些 比如说农作物的种植 然后再来就设计一些房子 叫做漂浮的房子 Floating House 然后再来就是绿色的建筑 在这几年就越来越 成为一个所有的人共同的 已经不是什么 哪几个特殊有道德感的情形 就是全欧洲 绿色企业是全部都有的 那绿色的植物墙 对不对 那现在越搞越多 各种类型的通通都有 然后像澳洲的话 它也是气候变先冲击 很大的 它可以搞到五十几层楼 都有那个绿色的植物墙 我们台中市其实很骄傲 台中市是台湾 第一个城市 搞绿色伟力墙的 你知道这个是吗 我倒不是说第一个 我不知道是第一个 我知道他在做 台中市是第一个 然后各城市看到台中做 怎么做到的 原来台中市当时的市长 胡志强 他透过市政府 透过市议会 通过自治条理 要求所有的建商 你要盖房子 你要提拨里头 百分之多少的钱 出来搞一个绿色伟力 否则你根本不会得到批准 他从法令进行 然后各地方政府 就纷纷效行 然后就变成各企业的形象 那所以呢 这个其实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改变 因为你在盖房子 你本身就是一个污染 接着呢 在下一步就变成 各房子 即使是盖好了 大家都很喜欢 这个绿色植物墙 所以它就变成了 很多房子 即使已经落成之后 没有法令限制你 大家也都以它的 像什么 现在在天母卖的 台北天母卖的 最贵的一个 划固的房子 它就以它的 绿色植物墙 又高又漂亮 来作为一个号召 所以我想请教 王正宏教师一个问题 就是您刚提到了 大千玺的时代 我曾经看一本书 谈到全球暖化的小说 爸爸 请问你 我们要住这个房子 这次可以住多久啊 小女孩问爸爸 爸爸说 我想我们可以住很久 这次我们至少 可以住一年 意思就是说 未来的时代 它讲是2030年以后 人其实已经 没有房子这个概念了 因为你并不知道 什么地方叫安全 它有海平面 然后它有土石流 因为它豪大雨嘛 对不对 那所以呢 各种风险都在 那希望说 这个可以 地方呢 可以住很久 住一辈子 这个概念可能 越来越不存在 之外 我觉得它呈现出来的 贫富差距会很可怕 就有钱的人 他可以去买房子 住在安全的地方 穷的人 他连确保 不是说你们薪水 低而已哦 一旦是贫穷的人 他所居住的地方 可能就是相对危险 已经被证明 他很可能会被土石流 攻击的地方 因此 他去买那个房子 他可以买得起 或是他可以租得起 那当 就是大迁徙的例子 就是 会变成贫富差距 变成不是只有 你的观感问题 你的生存 生活里头的 可以 大家的支出 条件不一样 甚至是生命 跟你个人的家 可不可以一直 存续下去的一个差异 这样对吗 是 一点都不错 那个 我们可以说 这个 气候暖化 带来的一种冲击 改变了我们整个的人类的未来 改变我们社会 整个的结构 您刚刚讲得非常的好 以前我们买一栋房子 都希望它是百年 千年 都可以 代代地传承下去 现在这种 机会已经 不可能了 我们随时都要准备说 要找到一个 更安全的地方 我问你 我现在想了半天 你刚刚画了半天图 我就看你 世界上我的图 请问 我是不是应该去 格林来 现在去买一个房子 现在不行 为什么 格林来将来 这个变化太快了 它的这个荣兵太急 太强 对当地所造成的 这种冲击 其实你很难在那边 安居乐月 真的 真的 所以格林来也不行 那北欧呢 北欧还不错 北欧 有出路 北欧现在排外很厉害 觉得我们还不欢迎移民 这是政治社会了 但是从地球科学的角度环境来说 第一个暖化对它造成的冲击最小 因为它是越来越暖 它本来是很冷的 所以它现在冷的时间越来越短 西伯利亚呢 西伯利亚本来是很好的 但是西伯利亚在这个冷战的时期 苏联对它造成的环境的破坏非常非常 我觉得太多核子事业 还有一个就是它是一个涌动土 它下面原来是很多这种甲腕兵 但是因为暖化的关系 它现在甲腕兵快速地气化 所以这个西伯利亚现在至少有五千个甲腕兵融化所产生的这种地线 我们叫天坑 那加拿大呢 加拿大很不错 不错 所以我到底 我们可以如果要找一个安全 可是又不贵的地方 比如太贵 加拿大现在也开始非常昂贵 西伯利亚又有甲腕兵 那贝加尔湖旁 到底哪里可以去大千禧呢 是 我们说大千禧第一个 其实您刚刚讲的都是有钱人 他可以自己选择这个地方 其实对我们大部分来说 我们是没有什么选择的 我们只能够在自己这个家园里面 其实我们就可以住台中啊 其实台湾 因为以地震来讲最危险的是台北 台北是 刚刚您可以看到 其实这么九个规模七以上的危险地方 台北是其中一个 但是中部其实蛮多的 中部地震的风险会比较高 但是中部 你说海平面上升抓伤的冲击 在台中旧本地以内 其实是OK 还比较好一点 从海啸 强烈的台风 这种来说的话 它的冲击也是比较 可它也比较没有台北的盆地效应 因为盆地效应会加倍数 就是以地震来讲 我刚刚访问了常文山 所以我可以背给你听 他说台北呢 是全台湾地震最危险的四大理由 它真的是符合 你讲的天龙国 热热热死了 你说是台北 地震的话呢 第一个 台北市一平方公里呢 它所居住的人口 假设来算计 我忘记它的基础账用是什么 我记得是三万人 东京只有九千人 就是那个人口密度是世界少见 第二 大台北市 从台北市本身 到板桥 这一块地方 三重这里 老旧公寓四五十年的 有四十万栋 他讲的老旧公寓不是日本式的木头房子 他讲的是四层楼那种房子 所以他才会说 防灾型都更很重要 我说总统府会不会倒 他说没有人测试过 但几率不是没有 也就是 他说上一次 九二一大地震的时候 好多都没有办法出来救灾 为什么 因为消防局的房子 就是老旧房屋 他自己就倒了 他倒了以后把消防车给压住 所以消防车都开不出来 所以他也谈到行政院 可能也就是老旧建筑 如果他们有去做强化 他也可能倒 立法院倒了 大家会很高兴 就是整体来说 就是说很可能 你说不能靠政府 是政府自己就成了受灾户嘛 对不对 他只能在帐篷里头救灾 然后他谈到台北的盆地效应 他说这不是台中 或者其他地区有的 因为他会加倍速度 加倍速 好 加倍速 尤其是他特别提到了 像大安区这个地方 他人口密度特别高 然后他又是加倍速度 那这个盆地本身的加倍速度啦 第二个是人口密度太高 第三个是老旧房屋太严重 他就提到了 然后呢 他觉得这里太久没有地震 所以整个921牵动了 山脚断层这里的地震 那这里的人欠缺警觉性 他的感觉会觉得台北正在 如果有一场地震的话 它是一个 在地震科学里头 就是一个完美风暴 是最可怕跟远远超出任何政府救灾的 那所以如果大千玺就前来 他觉得台中的地震 虽然地震规模都很大 同样是不是规模6跟7 台北还有一个理由 他说台北如果你去看 台北在康熙末年 不是康熙 清朝末年的时候 台北是个沼泽 所以如果你把纽西兰基督城地震 作为一个经验 跟这一次我们刚刚看到的一个地震 在日本的地震 跟好几个地方的地震 那个土地异化 都是一样 他说你把19世纪的地图 跟现在他们地震里头 所有倒塌的房屋 所有一起对照 所有倒的房子 都是当年土地异化 土地异化房子都是当年沼泽地 然后填土起来的 就是人为的填土或者是说 因为基隆河的冲刷 结果最后呢 那个地方本来 所以那下面的水就很多嘛 那上面其实是沙嘛 他说台中的好处是 台中下面是石头 上面是土 水没有那么多 那台中不是沼泽地 可是台北是由沼泽地所形成的 那我就问他说哪些地方啊 他就讲一讲一讲 其中提到了中年院的南港 你的中年院 你看那个名字南港 内湖 汐止 三个水的地方 他说其实台北只有一小块地方 不是 大概就是101那里 还有台北是植物园那里 其他以前都是沼泽地 慢慢形成的 士林啊 那些地区都是 所以就这一点来讲 就是台北本身的 沼泽地所形成的土层 非常脆弱 然后人口密度太高 老旧房屋太多 然后完全没有都更的 完全没有 因为文理院抗争之后 没有人敢都更 因为一都更就叫居住不正义 这也是我们年轻人 给台湾社会的一种启发 但是最后地震的时刻 可能大家会后悔 然后当然有一项就是盆地效应 所以如果以台湾的大迁徙来说 你说我们会进入一个大迁徙时代 可是我想很多学生会想问你 那我可以做什么 第一件事情 一定要知道 是怎么样保护自己 因为将来这种大的变化 非常高的冲击 都是不能避免的 所以第一个 要学习怎么保护自己 第二个 不要让自己住在危险的地方 就像你刚刚说的 容易淹水的 在地震带上面的 有土石流的 靠近海边的 那在台湾是哪里 听起来也没有 高雄有海啸 屏东有大午山 很干燥 然后花里也都是地震 一来是将来 我们最容易海平原 平面被淹没的地方 然后嘉宾那个地方 也都是会淹水 台中又有大地震 台北又是天龙国 怎么办 祝达里 好远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 桃园和新竹 桃园台体当然是可以的了 那还是有了 也就是海拔标高 在50公尺以上的地方 其实在这个世纪来说 都是 至少这个 还是好的 那就是要避开 它不要淹水 不要这个 在断层在上面 不会讲一个比较好玩的 其实我想告诉各位同学 你们千万在短时间内 不要买房子 你们毕业以后 千万不要叫你爸妈买房子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 你买到的房子 你抽到的是什么钱 你知道吗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 你是不是花了父母亲 很多的钱 拜托父母亲去买了一个房子 那个房子是不是安全的地方 这样对吗 对不对 除非它是 号称是 所谓的绿色建筑 又是这个房镇 没有用啊 因为钢股 你如果打在 异化土地上 是没有用的 它不会倒 它会陷 它会倾斜 对 那你要在那一栋 是一眼 那房子倾斜 谁给你买 一千万我都不要买 这样子 所以千万不要把 房子的投资 当成你人生的一件大事 这应该算是对嘛 对不对 是 所以一定要改变 你上一辈的观念 上位的人有钱 就是要去投资房地产 那你们将来毕业以后 先观察一段时间 台湾那里是安全的地方 这样对吗 对 以前我们说有土私有财 那以后这个 也不可能有这样子 那中国大陆面临的问题更大 因为海平面上升 中国大陆其实 所有发展起来的城市 都在海旁边 第一个叫做广州 第二个叫做 珠江三角洲里头 靠近的深圳 第三个地方叫做上海 第四个地方叫做天津 对不对 所以它的冲击会非常非常的大 是 那它的冲击很大 我们从国际政治来讲的话 它受到的灾难 大到一个程度的时刻 有的时候 第一个你 大家悲天敏人了 那第二个也要注意它 因此会变成一个 比较强烈的民族主义 会不会 会 它为了要自保 desperate 是 desperate OK 那我们同学有什么问题 我刚刚一直在等大家 来 请第一位举手 好了 不要浪费王老师的时间 谢谢各位 哪一位举手 大家都没有问题啊 好 我现在点名 这位穿黄衣服的年孩子 你坐在中间 可可爱的 请拿麦克风给他 第三排中间 我想请问你 你觉得听完了这个演讲 你想做什么 你觉得你想做什么 谢谢 听完这个 然后我对环境要做什么 随便你 你可以对麦克风讲话吗 那你把麦克风给旁边那个男孩 他一直在笑 然后待会就换你讲 你说 哈啰 就是考量就是现在环境的影响 然后就做对的投资吧 就是 对的投资哦 对 你们怎么没有想过说 那我就专门来处理全球暖化以后 在那个危险的时刻 我可能去盖很多漂浮的房子 或者是如果地震的时刻 它会是一个安全的 永远有一个地方 假设发生地震 那我不是规划有一个浴室 卧室 我特别规划有一个安全的时地方呢 对不对 你们很多学设计的心 跟网子方面去思考嘛 对不对 来 换这个女孩 会多去了解 那个 绿能的科技吧 绿能的设计 这完全是对的 对 就将来大概是 如果你的设计是不懂绿能的话 那你的设计本身可能是 很难把这条路走下去 我们这里很多设计课的学生 我的建议是说 你要投资是非常好的 但是不要投资在有形的 当然有形的还是需要投资 但是不要专注在有形 要投资在你的脑袋里面 你所有在脑袋的东西 都不会被人家拿走 都不会被人家 不会被天灾消失掉 所以永远增加你的知识 不要放弃学习 还有一个 有四大方向 是你们将来一定可以努力的 刚刚讲到一个非常好的能源 能源是我们现在 面对气候暖化最重要的 第二个就是水 水资源是最重要的 所以这个是非常好 第三个公共卫生 现在这个气候暖化 给我们带来公共卫生的冲击 是非常可怕的 第四个就是我们的环境 你讲的公共卫生 就是指向灯隔热这种是吧 是 好 那我问你 像雾霾也是 雾霾跟灯隔热 以前灯隔热是在高雄 所以高雄人很有经验 一冲击到台南 那个时候对赖清德 造成大的影响 大家觉得还没有处理能力 实际上是因为台南 根本以前没有灯隔热 它没有这么热过 所以它整个市政府 跟所有的救灾机制里头 根本没有灯隔热的仿制 高雄是每一年都有灯隔热 所以他们早就有一套机制 所以台南之后建立了 那下一波会不会到台中 一定会嘛 它只要一直不断地北发 它就会一直往北走 所以如果是一个想 当然我们不能靠政府 政府老是发生一次 被人家骂完了以后 你已经人都得了嘛 所以自己本身就要知道说 灯隔热其实是一种 就是公共卫生嘛 就只是方面的议题 缺水是个大问题 对不对 一点都不错 所以不管做什么 这个能源 水资源 公共卫生 粮食 都是我们需要去做的 但是更重要的就是 不要忘掉了 我们的国土规划 这种长期的国土规划 一定要去 我们国土要怎么规划 我们人那么多 然后大家都聚在台北 请它搬走 它还不搬 它为什么不搬来台中 不搬来我们的桃园呢 它可以做一个新的都会区 就有的都会区需要改变 但是太慢了 要新的比较快 其实全世界都有这个趋势嘛 是 所以我们的建议是说 台北市是没有未来的 所以台北市最好的就是苏山 苏山的话 你要怎么苏山这几百万人 就是要盖新的 这新的城市 它不是已经有中西新村吗 就直接搬过来就好了 你还是需要这个改变啊 对对啊 这个要有绿南 要足够的水 要教育 要有这个卫生条件 我觉得让它搬的中西新村很好 因为那个地方是雾霾 现在最严重的地区这样 对不对 不只是中西新村 跟我们有很多地方都可以了 对不对 我们当时是说 沿着高铁沿线 每一站都可以 非常谢谢汪忠宏老师 因为五点钟呢 中响敲起 很多学生已经有下一堂课 可能那些同学们 来不及跟汪老师说谢谢 请你们在场的所有同学 代替其他先行离开的同学们 跟汪老师说一声 谢谢 也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